我想問一下聰哥 這金融年 入股 氣勢如紅 希望回到3000點大關 官方也祭出救市措施 上市貴公司也自己毛起來 回購股票 馬雲也展現他的信心 動作出來給大家看 我阿里巴巴一張不賣 一定是很看好中國經濟的 可是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檯面上馬雲當然沒辦法走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中國 或是全世界眼光都在盯著他 所以他真的離開中國的話 是對中國一個非常大傷害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他人的動作是什麼 譬如說最近新加坡媒體就報導說 因為我們到最近新加坡的 很多房子都被中國富豪來買了 他們就說他們發現到說 其中有馬雲的妻子張英 他約莫用新加坡幣是 4500萬到5000萬新幣 折二新台幣大概是 10.55億到11.72億左右 買了新加坡達士頓路的 三棟連接的房子 好 我跟他講 大家如果出過新加坡的話 達士頓路是什麼樣子 我們那邊有非常多名品店 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萬豪酒店也在那邊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地方是怎麼樣 大家可想而知 因為他在買了三個這個店 他一定是 因為這個手筆非常大 你看10點多億的這個手筆 當然新加坡人都知道 所以新加坡媒體看 他們把這個照片都刊了出來 那就說那就是馬雲的妻子 好 這就讓人家覺得說 那難道是馬雲你根本 你不能夠離開中國 但是你的老婆的錢 已經都跑到新加坡去 搬到新加坡去了 對 那也就是說 明目上的話你跑不了 但是你老婆幫你跑 所以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好 那我們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就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真的是非常多 風風雨雨的這個狀況 譬如說我們看到 最近一段時間 因為有個年剛過 年剛過的時候 大家很多人在說 過年的時候你沒有給我薪水 結果現在過了年之後 你還沒有給我薪水 所以你看這是什麼 這是工人去包圍這個 哈爾濱林業局這邊抗議 就是說我們要這個薪水 我們要薪水的這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馬雲要跑 你看這個中國目前的經濟 看起來的話 剛才明君提到 中國是用很大的吃奶的力氣 去救市 好不容易股市談到2900塊 要逼近3000點 但是整個中國的氣氛 其實並沒有好轉 那這個包抗議不斷的這個狀況 那甚至還有什麼 甚至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很多人都說我的薪水很少 對不對 譬如說像很多中國基層的 這個作業員就說 我的薪水的話 是9塊人民幣 換算成這個台幣的話 一小時是39塊 他們根本都過得非常辛苦 所以等於說 目前為止 經濟並沒有好轉的這個狀況 那也因為經濟沒有好轉的 這個情形之下 你知道出現什麼狀況 當然就是政權會更加的 這個獨裁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人家就說 習近平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 習近平他好像都很 就是安全相當相當的焦慮 他不斷的說說 都是什麼經濟安全 安全 安全至上 目前為止就說他們好像有所謂的新三人幫成立 一個就是說所謂的過去的這個習近平 那當然是中國最高領導人 還有李強 李強是這個國務院的這個總理 還有蔡奇 蔡奇是他們這個中常委排名第五的這個名 他當然主管所謂的這個武裝部隊這一塊 所以等於說他們三個人形成一個新的這個三人幫 人家就說有一點跟過去這個文革時代的三人幫 是非常類似的一個狀況 對 好 那我們就講 他們這個新三人幫的話 到底怕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除了這個中國有這個解放軍部隊 還有武警部隊之外 最近習近平居然要求說民營企業 你要給我武裝起來 譬如說最近你看 中國的這個乳液的 這個牛奶的這個 販賣牛奶的這個巨頭叫伊利集團 我相信大家可能去中國 都會喝過他的這個牛奶 他說沒想到 他們還設立所謂人民武裝部 就他們要武裝 他們裡面還有軍隊 為什麼民營企業要有軍隊在裡面 當然 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民間的氣氛不太好 除了這個解放軍 還有武警的這個實力之外 我當然還要實際上說 這些可能跟我關係比較好的企業 你也成立類似這樣的民兵制度 這個制度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在過去這個文革時代 就是過去中國的毛澤東時代 才有這個所謂的人民武裝部 那事實上不是只有在伊利 現在目前大概有10多家的這個 這個大公司都有設立這個 所謂的民兵的這個集團 好 那我們就講 設立民兵具團 當然是顯得你非常的心虛 也擔心內部企業明星服 都想造反 對 沒錯 那為什麼會想要造反 我們跟妳講 事實上中國最近發生出很多 大家都覺得很荒謬的事 包括像前一陣子出現什麼 大爆炸一大堆 那最近還今天還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個廣州市的南沙區這個地方 有一些叫做立新沙的這個大橋 就那大橋 你看大橋 早上的時候突然之間 上面有貨輪 有貨輪從下面經過之後 居然就把它撞到 撞掉之後沒想到就 橋就塌了 就結成兩結 那因為這個事故發生的時候 上面有車子在那邊行走 就掉下去 那掉下去的時候怎麼會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大家不知道 不太確定說確切有多少人 那現在已知 有兩個人死亡 然後有一個船員清傷 然後有這個三個人失靈 他想說這橋那麼 好像紙紮的做了一樣嗎 對啊 怎麼可能撞個橋 這段就掉下去了 但是妳其實輕輕碰一下 這樣子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所以有人就說這個看起來 因為這火船速度應該頗慢的 對 沒錯 應該不會很快 因為它在江邊 應該是不會很快 結果沒想到撞下去 居然就這樣 人家就說這個橋到底怎麼回事 那你要說不是只有這樣 為什麼我們看上次還有一個 中國當地辦一個演唱會 這演唱會來說的話 它的燈光架子 燈光架子來說的話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它綁在什麼 綁在蔥上面 蔥 對 它就等於用蔥 然後把你綁住 怎麼可能撐得住這個鐵 對啊 所以我才說 中國你看 用綁著蔥 太離譜了 對 你要說很離譜沒有錯 但是中國就是這麼多 離譜的這個事情 那也因為說 很多我們可能都外界 沒辦法發生的事情 都覺得說怎麼在中國發生 所以他們這個習近平 他們三人幫才會選擇說 我目前為止 到底什麼地方會爆什麼事情 我自己都不知道 好不把公共安全當一回事 便宜行事 那便宜行事 還有他們在蓋房子上面 假如中國的爛尾樓 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但現在官方也出手要救 但這一招救有用嗎 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他們就準備這樣 用國家來收購 簡單來說 就是國家全收 通收 然後由政府的低價賣出去 或是出售 那你覺得這個有用嗎 中國政府哪有可能有那麼多錢 尤其是中國今年以來的話 他們的所謂長期的利率 一直不再往下跌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們現在買房子 成本相對比較低 就像中國現在很多官方機構 就說趕快來買房 趕快來買房 你看 這個所謂中國城市房地產研究的 這個院的院長謝逸峰 他說什麼 他說趕快買 趕快買 現在不買房的話 五年又白忙 就像這樣講說 你到底是說真的還說假的 現在大家都說不想買房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為什麼不想買房 簡單 你看 這個是一個網路上的一個帖子 他說他120萬買的房子 120萬人民幣 結果現在只能夠賣50萬 結果他的貸款還有78萬 你說對他來講 你說對他來講他要怎麼辦 他當然就不要這個房子 我就斷工 然後讓他進入這個市場去拍賣 所以我才說你現在 都由整個政府去承接的時候 這其實你只是把這些爛尾頭 都堆到你自己的身上 那政府怎麼出錢 叫那些銀行出錢 所以其實中國 房地產沒有解決的時候 他整個經濟 其實是很難 真的完全起來的一個狀況 現在你要怎麼解決 中國的房地產問題 習近平是提出了一個 非常極端的解決方案 但是到底有沒有辦法解決 我覺得當然是不可能解決的 好 真的是現在不買房 五年又白忙嗎 但我看到這個價格的趨勢來看 好像買了房 反而會變成韭菜 備套了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買到的是爛房子的話 這個損失可大了 對 沒錯 明天講到重點 中國房子如果你是很好的品質 那大家就算了 可是問題是 你看到很多網路上的影片 都告訴你說買的房子 幾百萬買的房子 都是爛尾樓 各地都是爛尾樓 其實不是只有中國爛尾樓 他們還輸租到海外去 那我們就跟他講 照理說 如果你是住房子爛尾就算了 可是我們講醫院 醫院總是要非常 蓋得非常好 台灣的醫院都是用最高標準在蓋 結果沒想到你看這個 這是江蘇數千的第一人民醫院 結果沒想到出院 大廳就塌了 醫院的大廳 下面來說可能平常 如果你是上班時間 可能很多人在那邊等著看醫生 結果沒想到就塌了 那為什麼塌了 人家主要人家就說 可能是因為前一陣子來說的話 不知道幹什麼 就是可能上面有積一些水 下雪的關係融化之後 整個就攤掉 他想說這太誇張了 幸好那時候是沒有人 不然就真的很危險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在江蘇杭州市的 富陽區這個地方 他們在高鐵西站 這邊有所謂的安置房屋 安置房屋簡單來說 就是可能目前為止來說 它品質 可能都沒有人住了 沒有人住來說它怎麼辦 它就目前為止就空著 空著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 你這個房子你走進去看 這房子裡面全部都是爛尾一大堆 你看這個牆壁有壁損的 然後這個漏水的 然後這個有所謂 很多磁磚掉裂 或者說它整個漆都掉下來的狀況 整個房間都是這樣 這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居住品質的這個問題 甚至我們講 我們現在都很重視所謂消防設備 消防設備一定要放 不然消防設備萬一火災之後 很危險每年都要定期檢查 這也是一樣 這是在河南鄭州 他們要這個建案要交房 要交屋 交屋的時候 你看我們一般人都會說 那我去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 消防栓或什麼滅火器 結果沒想到他就看到這個 你看這是消防設施 請勿散動 照理說是不能打開 但是他覺得說裡面到底有沒有 我很好奇 就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發現 怎麼沒有滅火器 滅火器什麼都沒有 他說幸好我有打開 不然的話我到時候真的火災 我要那邊打開 打開之後就完蛋了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中國的這個爛尾樓 是非常嚴重的 好 那我們就講 他不是只有在中國 他輸出到海外去 輸出到哪裡 現在美國的洛杉磯 變成是中國爛尾樓的一個受災戶 為什麼這樣 事實上在2015年的時候 中國泛海的集團 他到美國的泛海廣場 就說我要開發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來說的話 你看它有一個預想圖 這個預想圖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說有這個房屋的建置 然後我還要做所謂遊樂中心 很多很多的建置 在洛杉磯市中心 對 我總投資案 那時候是號稱說 他要投資10億美金左右 當時洛杉磯的市長巴士 才說這個就是我們洛杉磯 復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計劃 中國來這樣投資一定會非常好 結果每天要蓋到一半 你看就停工了 因為沒有資金進去 2015年到現在 對 那變成爛尾樓 可是你仔細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沒有蓋完 可是你看它外面 它外面 它外面都被大家塗鴉 為什麼 因為反正你已經沒有人管 沒人管 沒人管 或是在噴鴉 你看外國人很喜歡用手機 街頭塗鴉 拿著這個噴漆在那邊噴 那有什麼 每一層都被塗亂七八糟 對啊 亂七八糟 你看很多很多樓都噴亂七八糟 然後你不只外面塗個亂七八糟 裡面什麼電線 桌椅什麼 都已經完全被搬個光光了 這樣一個狀況 甚至還有人把玻璃窗打壞 甚至有一陣子 還有很多遊民在那邊 甚至還有人說 有人說我要探險 探險什麼 變成跳傘 當然他們說是這種極限運動 或是拍這個影片 拿這邊來跳傘 對 因為沒有人管 你在一般地方 你根本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變成是沒人管的一個大樓 結果沒人管一個大樓 洛杉磯市長想說糟糕 不行 這樣子的話 這個等於是變成是 我們原本是洛杉磯城市復興的象徵 現在變成是可能的話危險 可能會出事情 那怎麼辦呢 結果沒想到 這個不但是爛尾樓 這個洛杉磯的相關議會 還要撥380萬 要請這個保全 來保護這個爛尾樓 那你就知道非常荒謬 所以再告訴你 這個如果你從這些 主持馬金就知道說 其實中國 雖然說它強力救世 但在整個房地產 爛尾樓那麼多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可能任何的救援 都是杯水車薪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